欢迎收看礼拜一由股东前朝所提供的名师关盘重点 台北股市今天是先谈再说指数向上反攻到7900点进行多空拉锯 由于成交量没有办法跟上来 因此台北股市今天就呈现出在7900点附近霞幅震荡的走势了 不过盘面上看到正规军出马 包含了大力光这是平盖股的指标 大力光今天在盘中股价又创下了历史新高了 因此看到今天包含了平盖股当中的指标 鸿海还有PA功率放大器 以及PCB族群今天在盘面上都是亮眼的表现 电子股今天看到很多跌升反弹的指标 一个是华硕 另外一个是TPK陈宏都在今天看到跌升反弹 大陆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明显的好转 也激热今天盘面上包含了水泥跟钢铁 原物料族群今天有买盘进驻 关于大盘后市的观察 蔡明璋总计认为目前台北股市影响多空的两大变数 一个是MSCI在礼拜四就要对台北股市季度调整权重了 还有台北股市上市贵公司的半年报 在8月14号之前都要全部公布 半年报也是股价定生死相当关键的标的 另外科技委员分析师则是认为 现在多空能量都是同步下降的 所以大盘短线上恐怕会持续陷入量缩整理的格局 关于个股选股上的掌握 张震总经理认为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的是平盖股 因为苹果在9月10号大约会有四种新产品要接连登场 平盖股的指标可以留意到包含了 新浦 红准跟红海 何金城副总则是认为4G题材 应该可以一路的延烧到年底 指标股包含有建汉 英特蕾 波若薇跟华裕 于是金副总则是看好金融族群 关股的指标包含了赵丰金 华南金 还有张银都是后续可以来观察追踪的标的 以上是今天由股动前朝所提供的民师关盘重点 感谢您的收看